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谈奇论权 我是Tofi 我是志伟 老师看着你这个有点眉开眼笑的感觉 今天好像有点好消息想要跟大家分享哦 昨天我们是有聊到这个关于反弹了 今天果然有涨 所以老师我们有没有赚钱 当然有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怎么赚钱 好的 来今天昨天已经跟大家说明就是反弹嘛 虽然看起来没有很漂亮 可是该反弹还是得反弹 没错 来看一下下跌趋势没变 可是今天呢 一样没变啊 可是是一个红K 而且重点是一个算是一个长红K 还不错 来我们来看看 这边呢 这是昨天的全资股 所以你看这是今天的全资股 老师怎么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张 蛮类似的对不对 我说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强的继续强 弱的还是弱没错 可是重点在哪里弱的不够弱啊 OK强的在创新高 近期的高点 所以说这个盘为什么会涨 主要是第一个嘛 我昨天一直在讲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来到哪里 530耶 涨10块对不对 这完全是两回事 我在这么讲 好重点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我昨天说股价有止跌 对 今天直接给你收一个红K 有没有看到 真的耶 当然可是要留意哦 因为它今天已经来到什么 所谓的下降趋势线上面 所以明天有反压 要留意一下 可能会震荡一下 那另外 鸿海我也跟大家讲 鸿海在创进去高点 对不对 好重点是今天继续 虽然只涨五毛钱 还是继续涨 对还是有涨 虽然度没那么高 没错 然后另外就是链电嘛 昨天收盘在线下哦 今天呢 已经到线上了 虽然说涨的也没有很多啦 可是就是涨 对不起 然后再讲到金融好了 我说这一次金融真的很惨 对不对 我说真的是太夸张了 什么消息都是利空 明明去年赚那么多钱 对 可是重点在哪里 又是什么防疫保单 是是是 新闻很多 对 然后又是低剂 赔多少钱 对 对不对 所以昨天才撞新低哦 可是重点 消息利空出来 对不对 今天跌是跌啦 是 没有创新低 对不起 OK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盘会涨 因为它们不够弱 对 然后我说盘 是中和体 然后电子 金融航运什么都有 是 可是重点在哪里 强的 比重比较高 而且涨的比较多 弱的 比重比较低 而且跌的还比较少 所以整体是没有到往下 是往上 对对 反而是往上 好 那另外一个重点在哪里 另外一个比较重点就是航运股 OK航海王嘛 很多人要做 OK 那这边呢 昨天本来是说 本来都还在什么 上升趋势线的状态 上升状态 可是呢 今天上升跌破 回来一个区间盘证 是 来到区间的下缘 所以它要不要撑得住 就关系到之后 航运股的一个状况 OK 航运股最重要就是 长龙 阳明 跟旺海 OK 这三档 才是最重要 为什么 全职最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说 这今天的航运 跌了1.9% 虽然跌很重 可是呢 它的下档支撑也到了 虽然说今天 本来那个上升区 就被跌坏了 可是没关系 还有一个最后支撑 在那边等着 是 那当然跌破 就不要想太多 撑着就是撑着 我们一切以客观判断就好 好 OK 那我们的动作呢 来 我们昨天不是说 我们买在哪 15890 对 对不对 我们买在15890 收盘呢 收盘收在哪 15921 昨天收盘 然后我们是不是下午2点 就发讯息出去了 对 哪里 16089要停地一半 对 今天我们来 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 昨天是发16089要停地 对 结果今天呢 早上最高来到哪里 16082 OK 很接近了 很接近 OK 我本来早上 我想说应该会来 结果没来 我说 看了10分钟之后发觉 算了 只差7点 赶快发call信出去说 没有成交的 赶快直接出场 只有出在16065 那时候10点02分 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报价就知道 好 所以我们这一口获利多少 1755点 对 就1605 16065减去昨天进场下嘛 所以175点 你知道175点是赚多少钱吗 不知道 我刚刚正想问 OK 没关系 一点就是200块 所以你又算175成200 所以你这一口赚了35000块 OK 还不错吧 好 那我们是不是进两口 对 出了一口 对 好 那今天收盘 其实看到今天收盘 会心里有点呕 为什么 因为最高点来到16096 对 那事实上停地停得到 可是我想说 因为本来早盘就应该来了 我们不需要去担心后面 承担那个风险 对 因为它可能跌回去就变没赚 对 对不对 就已经几乎来了 赶快给它好 少赚 少赚一点没关系 OK 重点是不能赔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而且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事件要发 什么大事件 来明天是5月 期货跟选择权结算 你知道什么是结算吗 不知道 而且是每个月都一样的时间吗 来每个月都一样的时间 不是说5月 今天5月17对不对 对5月17 明天5月18 对 好 结算不是每个月的18号 不是 不是这样 要看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 哦 这算礼拜三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 有礼拜三才算 蛮好记的 OK 好 所以说明天是所谓的期货结算 什么叫期货结算 因为期货就是到期就没了 哦 OK 所以会一个月一个月这样 好 那明天是期货结算 结算完就没了 就要看6月份 是 所以说明天结算呢 一定会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现在已经赚到手了 赚一口了 对 另外一口就等着看这个变化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部位 明天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太期待了 那请大家一定要就是持续的关注 我们明天就一起来揭晓 对 看能不能赚更多 希望可以 好 那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析 那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银铛 追踪我们的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